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我做一个黛鱼来吃 我准备做一个红烧黛鱼 这个是买的黛鱼块 黛鱼好像没有活的卖的 一个都是冻的 现在这个是冻的 所以要解冻一下 这个比较长 还是一个切成两块 这个尾巴都比较小 黛鱼我们这边吃的不多 应该说很少人吃 也要吃的 也不知道怎么烧 这个黛鱼呢 我们给裹一下 淀粉 再炸 不然的话怕它容易散 黛鱼我不知道是哪些地方的人 吃的多一点 应该是沿海地区吧 我们这边都是吃那种 野鱼呀鲤呀 鲤鱼呀 草鱼呀 这些多 但是黛鱼的话就是很少很少的 我小的时候都不知道黛鱼是什么 就是看动物世界 只能看动物世界里面开到 还有这个黛鱼这个白色的这个 到底好不好吃 要还是不要 有些人说要有些人说不要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要了 这个切姜 还有蒜 葱的话 就再进嘛 一会我们再去摘 不急的没关系 要远的话 底下再回来再做 这个歪豆 歪豆很好吃 生吃也可以 这个呢不是买的 是别送的 你去送的 朋友肯定会问 你们那边怎么 你去老是送东西 其实我们这边人来都很热气嘛 就是离上往来嘛 互相都是比较好的 要出梅的界 不像大城市 乖着梅子做菜啊 这样的 这个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 我找个干净一点 这一抹一下就吃吃了 因为这种是没有 就不会再打药了 以前 刚才朋友们如果是去买的那种啊 去 菜市场啊 超市买啊 不是别人 农村挑来的那种的话 最好不是自己吃啊 因为有可能别人 为了保鲜 喷药水 但这个是直接 从铁里面搞过来的 不会有那种药水 挺放心的 很好吃 而且特别的甜 来我们加油 接待鱼 来下开炸 这个啊 我们慢慢的接 一挤 要挤的话 因为破皮了 还接不好 再公结的好了吗 好 这样差不多了 这一接好像也没多少了 我也以为看着挺大的 也可以起到不摘锅嘛 我们现在再来第二锅 总共两锅 这个带鱼有点小 有些带鱼大一点都好一点 你看 第二锅呢 接的好一点 可能是接了 第一锅之后 鸡叶丰富了嘛 第二锅就接的好了 好了 出锅 一锅 姜蒜 放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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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点豆瓣酱 哎呦 啥就这么紧了 炒一下 炒一碗 好 再加点水进去 这带鱼也不多 一点料酒 一点生抽 一碟老车 一桌的白糖 再把带鱼下进去 带鱼煮一会儿 煮入味 好 好了 我们就不拐了 好了 我们出锅 哟 有些什么点 我也够了 这是花时间嘛 我来 给你带鱼煮 然后我们去烤它 今天还好吧 到中午都热了 好 煮 鱼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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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夹菜吃 夹鱼 我不知道朋友没烧的红烧带鱼是什么样的 我是这么烧的 切吃鱼 挺低的 这个歪掉了,脆脆的 我这个剩的直接嚼碎吃了 你不用再调,其实没什么刺 好,谢谢 你看这个菜,大芹菜 刚刚就是村里的大娘送的 他从这里摘菜回来开到 就送了一把 嗯 这帝子超级香 其实这带鱼里面也吃的啊 朋友们 嗯 你们要是要吵下去不要像我 因为我是 要是嚼碎了之后才吞下去的 又夹下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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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糖 像我们做尼居 有时我们做多的时候 会送尼居给 以后尼居他们也很热情 给我送一些蔬菜 其实挺好的 朋友们也可以来和我做尼居 我们大家一起吃吃饭